好 湯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守面相的人 是大家的開心果 其實我們現在介紹的 這個守面相 它是真正的開心果 有些人開心 它是窮開心 可能它是 感覺上表面很開心 但內心很憂愁的 但是这种呢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然后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的哦 那来看一下呢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脸相呢 你的手相呢 充满了很热情的手相的话 老师你要不要用脚来撕板 是啊 股头也太硬哦 过年练一下我们离过年又买劲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可以来回家练习一下 撕字板的感觉 好不过呢可以先请李懿来帮忙一下 好如果说你的手相有热情的手相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脸相对不起 脸相的话呢就是 你的脸相呢 如果有热情的脸相的话 就看你的嘴唇哦 因为嘴唇的话双唇很丰厚 而且呢嘴角又上扬的话呢 代表说他对很多的事情呢 是充满了很多的热情 而且他给人家的感觉 第一印象就是很温暖 尤其呢一定要配合一个嘴巴很大的感觉 像李懿的话呢 他嘴角就有上扬 但是他的嘴唇呢 并没有那么厚 但是嘴角上扬的话呢 其实他很容易转念 而且从善如流 不过李懿笑起来的时候 嘴巴特别大 代表说他真的放得很开 就当他这个环境熟悉了之后呢 他确实可以当很多人的开心果 而且制造欢乐 但是他一定要先突破一次 例如说丝袜套头这件事情 他有突破之后 他之后就会更多的欢乐会制造给大家 但是如果之前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还是有一点不习惯 但他嘴角上扬呢 天生就乐观 但是张立东的话呢 其实他的嘴唇是厚的 但他的嘴角呢 并没有那么上扬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他的制造欢乐 他的制造欢乐呢 其实呢 他是内心或许没有那么愿意的 但是他可能因为工作啊 因为环境怕尴尬啊 所以他会愿意去付出这样的欢乐 但如果他的嘴角是上扬的话呢 其实他就会发自内心更正常的这样子 所以他的差异还是有一点他的区别 是 好来看一下呢 如果说你的脸像呢 长得比较风趣的 那这种的话脸呢 就是眉毛的尾端呢 有字 对 好特别 眉毛的尾端有字 但是这个字呢 也会有一点桃花字哦 什么意思呢 像这样的人呢 一支嘴唬绿绿 例如说他看到漂亮的女生 美好的事物 他可能就会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 而讲他喜欢听的话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他就是为人风趣 感觉他说话很有趣 不过他这样说话呢 是有目的的 他可以讨人欢心 而且呢会心滑怒怒放 然后所以呢 他的桃花的事情呢 也会特别的多 是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 也要特别留意了哦 好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首相的纹路呢 有一个幽默的纹路 是真正的幽默 不是黑色的幽默 就是小指的下方呢 有感情 就是感情限制的地方 有个像稻穗的纹路 成一个七字纹的感觉 像一个稻穗 像这样的话呢 其实他幽默灰鞋 而且笑口常态 像这样的很容易制造欢乐 是你自己有吗 你自己有吗 我自己有啊 我的妈咪 真的哦 我有我有 我自己有 所以像如果说你的感情线末端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如果像立东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的是有的 像稻穗 这也有啊 有有 稻穗手 有有有 我也有 邪心界应该都会有 邪心界 因为像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为人呢 其实他的交际手板也是蛮好的 而且他也会带给欢乐给别人 然后也比较属于 他的幽默是真的幽默 不会说特别去伤害别人 那伤害别人他也可以把他圆回来 这种型的 所以还蛮幽默的哦 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的手呢有一种娱乐手 就是置于愚人的娱乐手的话 就是手掌的掌型呢 成为长方形的 其实张立东的话就是长方形的手 娱乐手 对比较长 然后上面是方方的 对 那像 赌银哥可以 赌银哥的话他的手也是长 但是比较偏不辣的感觉 比较偏不辣手 就比较没有那么长 像立东的话他的手指头就比较长一点 然后偏方形的 对然后赌银哥是因为他比较胖比较宽一点 对赌银哥就偏一点土型手 土型手就很务实 然后像这样的话呢 他像这种长方形的手 他就是喜欢开玩笑 然后置于愚人型的 他会把自己的 例如说身上的缺点啊 或是一些比较 自己比较有缺失的地方 他就会把它转为是一种 很娱乐大家效果的方式 所以他是置于愚人 但是他也会捉弄别人 然后 所以像这种四款的手面像呢 都是别人眼中的开心果 是 是 谢谢老师 来来来 立东进演一圈多少年啊 四年半 才四年半啊 差不多啊差不多 哪里有那么菜吗 蛮菜的 你新闻不少耶 你不能以方顺及来 对哦 我们就觉得 没有他不是同性就出来了 真的 但是你的女性朋友 都是女神级的耶 你真的蛮有本事的 你跟女神级的好友有谁 熊啊 熊熊啊 熊熊 陈宇乔 陈宇乔也还OK 都是 都是女神 可是因为这是因为 我们在工作环境中 这些女神都会跟你一起工作 所以无形来中 大家都会什么约一个群组啊 所以变成说 我可能是有空 只是过去大家一起吃饭这样 所以就变比较好这样 那你们有自己每次心理盘算 你们都讲说处女座男生 都喜欢自己心理盘算 一直给人家打分数 这个贤不贤惠 他会有一张清单啊 他怎么样 有没有才艺 他善不善良 所以有一个综合评估 对会不会生小孩 他好像有哦 不会生小孩 有那个 判断太多了吧 他有 他有对不对 他有评估表 你有 比翼你有听过他有评比过谁 就是可能我会觉得讲说 譬如说好了 我说可能谁谁不错啊 然后他就讲说 是他不错 但是他个性怎样怎样之类的 有点龜毛 就是他其实 看东西是看整体 再加内心和个性 他一定要全方位的 他不会只是看长相 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 对啊 表示不是很肤浅的人 哦 所以他教朋友不乱教 他是有深交 他是有评估的 就是教女朋友 他会比较小心 是 在意点 所以这几个女生 你其实心里面 都有一些评语跟分数是不是 对 都因为大家都好朋友 比如程雨桥 是 雨桥他就是一个外在 他也算是很漂亮很完美的女生 但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急 个性很急 所以说像我们有一次 大概约要吃饭 然后呢 他就问我 因为可能可能是我自己问的 然后我是主旧人 他就问我说 那你定位了吗 那间餐厅你有没有定位 我就说 礼拜一啊 因为那天吃饭是礼拜一 我就说应该不用定位 然后他说你确定了 我说对对对 OK OK 然后后来我们带他到那间餐厅门口 聚集的时候 我比较慢到 我一到 然后程雨桥就转过头来 给我一个很臭的脸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事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然后他就说 没有位置 然后我说 所以咧 然后我说 然后他就突然就说 我不是跟你说一定要定位吗 然后你就跟我说不用不用 然后那时候 因为还有很多 因为他是一个露天的场合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民族 我看到我 就这样 被他训话 就好像做错事的孩子这样 然后被他训话 然后呢 因为他是因为个性比较急 所以给他的评计就是 脸很漂亮 脾气不好 不是啦 不能这样下结论啦 问张姐 脸很漂亮 但个性有点急 对 然后千万不能漏定餐厅这样 因为宇乔是一个 想把事情都准备好了 他不像我们就是这样 我虽然是素女座 但是我有一些方面还是随性的 觉得OK就OK 而且他很重视 宇乔很重视跟朋友的聚会 熊熊也是一个外表 非常完美的一个女生 然后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会被 他很容易被洗脑 他真的好很弱 就是大家 大家就是这个女生可能 他看到某一个女生 Po Facebook 就是他买了一个新的 什么睫毛膏 还是什么样 然后他就在下面会留言说 在哪里 我也要 买 然后所以他就会买这个东西 可是问题是他 几乎是看到东西 他就会想要 就会觉得 可能我今天我这个 戴的这个手表蛮好看 他就说在哪里买的 我也要 买 然后就会到处买 到处买 可是我就觉得说 很多东西 然后我有一次去 就是大家聚会在他家 然后我就看到他有一间 房间 然后打开 然后超多东西 然后说这些东西是什么 他就说 就是我平常买 但是我都没有在用 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囤了很多东西 这跟他就是有一个 强烈的对比 因为他就是用 每次都花在刀口上的人 不买东西 他不买东西的 所以你给熊熊下的评语是什么 他爱买 嗯 长得漂亮 但败家 长得很完美 但 但我要讲什么 败家 你有道道这样子吗 腦波太弱 但脑波太弱 李易呢 小气 李易长相还好 但不爱买 我觉得他很节俭 很节俭 就是跟他交往 可能以后娶到他的老公 是很幸福的 你没有嫌弃 哇 这评分很高欸 他觉得他表面上说我节俭 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很小气 因为有一次 我好像要请他喝一个饮料 你确定吗 因为这不是我认识的李易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想说 后来他就在买 就是点完了嘛 然后我想说 我也没有付钱 这样很好 然后接着他就跟我说 张一东你手机拿过来 然后我说什么意思 然后他一开始就说 你的电话几号 我说09217 然后什么 然后他说你住址 然后他说生日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 原来他输入资料你知道吗 你只要输入资料完成的话 是买一送一啦 不是 是只要一百块 只要一百块 所以说他只要花三十块 三十块可以买到一杯一百三的饮料欸 是不是很不错 是 我觉得娶到李易算是很棒的老婆 对啊 很精打细算 他就说你要借色 借色的 借色的 然后我说借色 那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女朋友 我说那借色 借色的定义就是说 你这不可以那个 然后我说那四年 他说四年 四年之后我觉得你未来的可以 maybe如果都保持下去 你可以追上现过的程度 哇 好像挤得赌一赌 那喝醉可不可以不算 你知道 对 我是说 对 我还有一位问过说 无知者无醉是不是 对啊 然后警察